这把SHG红方的BP好像也蛮厉害的 又是五个人抱一起 但WUDI跟上一场一样也是有察觉到这样子的资讯 并没有贸然走进草丛里面 对 其实这一把一等开局 你看PSG其实大家都玩得很保守 你看Betty跟Maple的站位 其实大家都是有担心一下对面这个一等套路 其实如果以这个三线的英雄来看 SHG前面是有机会打到三线推的 这样蝎子就蛮好做事的 你刚刚凯能和蓝宝对局上面的话 凯能确实在三等到六等之前 那个优势算是蛮大 因为刚刚他打的是小炮 所以基本上就算被小炮推 小炮也不太怕被蝎子gain 可是这把阿智玩的是蓝宝 其实稍微有点推险 这鞋子只要从墙后钻出来 这个蓝宝就有机会被拼杀 所以阿智一定会打得相对贵一点点 而且只能说支援是AV的强项 第一第二把凯能打蓝宝 也都是这个凯能推线 只是最后蓝宝是笑到最后的一把 他那个团战的发力期还是比较厉害的 看一下三路的对线情形 那下路两边应该都是抢两等 两边AD应该都是努力去推这个兵线 中路的话Dash它是推得比较快速 然后先放了一根眼睛 查局对方打野的动向 双方的开局也一样都是由下往上刷 其实扣掉第一把之后 大家基本上都是由下往上的 发现这个上半部影响战局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而且下路也没有这么容易Gank的 但是目前PSG的中下都是能够推的 对意义者就是很特别的点 就是他其实想推他都是可以推的 直接站到了兵线后面 那自然SHG的成员就必须得要避让 中路是互相给了个赞 上半部应该是有在囤兵的这一大部的兵线进去 你等一下是有机会可以支援到自己的打野去拿核蟹 是最多就是拿核蟹也没有机会代付 毕竟阿智血量控制的非常好 但其实如果这一场前面上中野3v3的话 会是猪女蓝宝这边比较优一点 只要他们激活同一个人 蓝宝的热能有控到过热的话 他们可以瞬间杀掉一个人 但也要蓝宝能过来啊 确实 基本上凯能当然在战斗力上面的话 上到6等之前没有到太高了 他都是利用他的推线优势哦 因为其实推线阿智你有6支兵你要不要吃 哦 无敌2等跑线 这是跟第二场比赛一模一样的画面 但反而是瑞儿好像第一时间没有打算登过啦 这边是仙帮中路推完线 那这样就有利于俊佳去增上半部的核蟹 嗯 跟第一把很像哦 就是两边辅助开始跑 但是无敌先到 有机会再碰撞一波吗 那关键我觉得还是上路 上路得先靠 对 因为毕竟还是4v4 但是你上路看那个蓝宝有没有办法推 哎呦 想要先gank 阿智 变光一闪 直接往前 把阿智推到墙上 阿智肯定要交招了 这里闪现交出来 再跟过去的一个普攻 受杀继续给到SHG 这边前面阿智是觉得不会倒下 就直接不交闪哦 但是对面的控场 基本上接满了啦 是 接满 伤害也打满了 最后这个闪现是 虽然有应换到一个闪现 但就像刚讲的 本身你没带位遇到鞋子就会有点痛苦 其实今天SHG 他们的首杀率算是蛮高的 蛮高的 对 我一直还找机会打 而且这两把 这三把打起来 其实杀 就是击杀都蛮多的哦 现在双方要开始往下半部来靠了 去争这个下半部的和线 然后辅助是互相对抗 小龙在三十秒 只是不会是双方所争夺的对象 先看一下这波的Gang 然后今天撞到 控察 拉满 哇 CC圈打满哦 其实这里要看那个线的位置 因为如果就算交闪了 但那个线如果是往A比那边推的话 其实也跟这个半个死的没差 其实是蓝宝小推出去的 对 所以这个Gang时间点抓得非常好 只是这波的话 其实有把阿智他的闪现打出来 其实Forest他是可以考虑 六等之后再过来尝试一下 其实等AV这波回补完 然后AV有大就可以来了 不需要等到鞋子6 就是你只要想来都可以来 等一下 虫子也准备要出身了 兵家必争之地哦 Maple直接TP回来 而且Maple的眼位是有被对面看到的哦 这场Maple他就还没有出太出品了 这先把水滴给拿了出来 然后杰莉也是准备开农 选家在寻求上六哦 但经验条的话还是有一段差距 是 这边服务也还是得cover上路了 其实刚才有提到 阿智这边没闪现 对面要击杀他 叫Gag他太简单了 线路上的压力也比较大 Forester蹲在了旁边的草丛里面 Vista缓缓赶过来 两边有机会去做3b3的碰撞吗 这里直接挖墙 目标会是谁 但转了一圈 发现好像都不好上 那就算了 因为WUDI已经开打W了 伤害一定也不够 然后只能钻猪女 但猪女就往右边跑了 NASHA的位置是可以滑上墙的 然后再扭了一发飞弹 其实勾到有点危险 对他会跟着上去 如果苏女跟上去的话 把被动打出来有机会杀 等一下打虫团的时候 如果艾希有6的话 SHG他每次可以偷偷射一发冰箭看看 突然之间来开团 太阳圣剑直接指 CC圈接了上去 但伤害够吗 另外一边爆了一个雷霆幻军 然后是流出了Maple Maple还有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然后DASH的话 现在掉到了半血 后方鞋子往后开挖 这里是避免的死亡 有勾到 直到伸出之后 我都给他活了 蓝宝又看到吗 距离不够 我觉得这边THG细节有做好 一开始是他们选择先开Forest这个蝎子 那后续杰莉一开大的时候 Woodie的虚弱就马上下了 他这个虚弱是直接让对方 完全没办法再继续跟他们打 但就很可惜自己的阵型上面 伤害就是差那么一点 差那么一点点 这波双方是极限拉扯 是 都把血量打到最边缘的地带 毕竟是我们的冠军赛 没错 这强度觉得是拉满的 那刚刚的话是有让PSG 其实是有可以先动虫的一方 Forest知道上半部打不太了了 所以就过来犯个野 小龙的话应该也是吃不太了 是 那两边打野都快上六等了 估计很快又有一波大团 而且吃完 凯能这波是有大的 是 那其实两队都会一直去 往中上打一个4v4 然后打一打 两边 A.D.都会把大爵射上他 插根眼睛现在是看到了 俊佳他的动向 应该就还是辅助跟打野会一直往中靠 但论两边的角色 其实PSG这边 他的服野开团能力是比较直接的 是 他们就猪女甩到谁就直接OE那个人 只要Forest他没有触发他的列地的话 都是有机会把他秒杀掉的 哦 真的是大家都不吃龙 因为我觉得这波SAGG他们又是有机会开龙的 但现在好像是开到了一个 好像可以拉他 没闪了 落单的辅助 直接硬抓 还有超电磁炮 这里辅助孤生一人 他是活不了 DASH扔头手下 哇 这边就是对面 服野先走在一起 那抓到机会就直接开了 感觉WUDI这里就有点可惜 因为第一个是刚刚俊佳在上面吃虫 然后包括俊佳他是吃完虫 之后又是和谐要刷上半野区 所以其实基本上下半部野区 是不能够踩进去的 是 1000块的经济优势 现在是建立在了SHG的身上 而且刚才是有提到 PSG这边是刘娜加朱女 前面三打三其实是比较强一点 但是你后面大团 这个蝎子加Rail还是比较优 对 而且其实在这波WUDI倒下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辅助已经有 这个蝎为的等级差距了 等下如果Rail六等的那一波 PSG是完全不能够接团的 Rail是可以先行找事情做 然后两分钟之后会有 第二轮的虫 现在时间来到了9分钟 看一下双方上半部的发育来讲 CS数是差不多 但凯能是有一颗人头的艺术 那两队没意外的话 下路 诶 有没有要打起来 有机会吗 所以两边辅助现在很想要的 就是上六等 Marble的话闪现看起来是 差一点点的CD时间 但应该是准备要转好的 等一下也是看艾希他的兵界 就是要罗织出手 是 而且基本上都会往中上 去开这个大局 毕竟下路都是有带进化 对 现在Dash應該是可以 去压制住Maple的吗 他好像开得大 换了一波血而已 自己的血量是没有优势到太多 对 他先换血 那后续Maple半条以下的话 把这个冰剑如果中的话就有机会击杀了 这波解力没大哦 PSG 有想要来直接看 好像有机会 看起来是靠过来的 阿兹有TP哦 阿兹是有TP的哦 十分钟哦 3000D 好来了来了来了 TP兵剑命桌到雷奥娜身上 抓鞋子抓鞋子 但这个效果并没有到太好 反而是鞋子一个人落单了 直接被Maple完成了狙击 我觉得这边 SHG给了一个蛮大的机会 第一个是他们 在前面抓掉阿兹之后 应该要记好他的TP时间 然后刚好游戏时间到了十分钟 他们还去动这个龙 就给PSG一个很简单 一舵打扫的机会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是 误判这个TP的时间点 因为通常你自己上路没TP 你可能也会说 对面上路也没TP 选手其实比赛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小心给到错情报 然后中路快要solo了 有拿到这个红buff 但等下应该就是两边都TP回线 然后因为要打这个重团了嘛 不过我必须要说 其实刚刚SHG他们放的蛮果断 就是在看到TP下来的一瞬间 直接把他打野卖掉 然后MV说我没踢我没踢 不能打不能打 这波直接拉扯 刚刚下半部小框框是 中路的一波replay Dash的TP回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两边中路发育是一模一样的 下半部想要来拿一点护角 是想要赶快推 然后换上去打虫子 那这波SHG就有优势 因为PG他们是有TP的 只是看他们有什么配线 因为其实MV最后有TP优势 还是靠上 先拿一层 BOREST往上半部来移动 这里PSG可以选择直接放掉 然后让阿智赚塔钱 因为他除非在这波线带完之后 走上来还来得及 是主要是看SHG这边 有没有想要去开 赶快开这条虫子 对 其实他有10秒 阿智应该是来得及走上来 但这就是选择而已 看你要拿钱还是去拼团 只是他应该也拿不到太多钱吧 因为凯能是会过去守的 然后他是有TP可以支援 对他最快最好的 就是现在这样的打法 推完直接靠过来 因为其实两队都会觉得 我们BB加这个时间点 我们其实打起来是很强 但是对面也很强 对 消失去给到一些压力 中路开始丢石头 万箭齐发直接射 其中屋底这个位置有点小危险 是 艾西是可以对他出走的 而且他被开的话 只有Betty一个人打伤害 这个时间点 EASY的伤害还是不够 好像有人在偷吃啊 竹女先把冲给拉出来了一下 但仇恨值已经是回去了 好 这边TP优势 讲究俊佳 蓝宝也是过来啰 这边要等蓝宝靠近一点 雷娥拿找机会 日轮正忙 直接逼错对方的进化 然后另外一边下了一个等力子飞弹 冰河流劳登到正中间 一个歇尾船只抓到猪女 这时候凯能进场秒被套上的虚弱 接着Visa往前吸 留住屋底屋底的交出闪现 Marvel想要收人头就是有收掉 然后接下还有专注射击 Petty叫做闪现躲掉对方的一个冲刺 但Dation最拿人头 Meple可以拉扯吗 展现 展现 雷娥真能直接开战 阿兹往前要开收了 前面SHG其实赢得蛮简单 但是后续PSG这两个carry不想输啊 主要是第一波伤害PSG 因为两个人都还在叠水晶 其实有点不太够 但后续SHG深追的情况下 被PSG的双射手找到机会站出来 哇 还要打还要打 就是抓到对面技能都已经用掉了 那这边其实这波团战 其实关键还是一样 中路装备有差距 因为Meple是三项的 对面其实一箭装都还没出来 其实以第一波来说 这里拉到初女嘛 你可以看到双射手 因为凯能的这个大局 还是得先拉开 他们能打这个凯能 那后续两边射手的输出空间是有差的 但最后这个SHG 其实状态也不好 但他就是要追 而且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到 就依则他最强势的时期 然后被Meple找到机会 屏光炸弹 阿兹闪烧 这一波打完之后 人头数目前是四对三 但一回来PSG 他们现在是收下了五重 就已经足够了 就一支可以不用吃了 赶快去看有没有机会抓边线 顿点 想抓凯能 Meple就在凹槽区 三甲AV AV有机会找到空档 马选择回身硬罐 自己的辅助也是过来 但极力冲刺 直接顶到搭配一人 出了CZTREM AV 倒在了这个奥槽区 这边好像是Meple 他有放一根草眼 所以他绕到了吸烟区 他躲着了 对 他躲着了 而且我觉得这PSG 他没有吃掉 最后一只虫的一个优势 就是你不会有那个声音 所以这时候 SSG的人其实不知道对方在哪 对面会觉得你还在吃虫 对 其实还没有跳那个通知 冰箭冰箭冰箭 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吃到 有机会吗 抓出来 对面要打两波 对 因为其实在塔下 他状态很好 对 这边就是绕了一圈 这什么 老经验了 那AV这边是觉得 我状态比他好太多 我跟他单挑的话 我一定会硬 这边他们很奇怪 他们应该有情报 因为你看这个虫 里面是有眼的 所以他们应该要知道对面在靠上 他们可能觉得 站在他们的视角 可能觉得他们拉出去吃了 所以他们最后没有看到英雄的头像 一来一往 目前Maple它是202的战绩 那当然杰力也是200 双方中路发育都很好 下一条小龙 要来评评看 对 两边只要大决一吸力好 一定会打起来 因为毕竟两边都是选打团阵 直接硬开 看猪女 但猪女不受到太多威胁 接下来在面西柱 打出一个永恒动主TP 准备下来军家撑了很久的 鞋子空大咯 但是Vista已经先撑不住了 Maple往前打出零光炸弹 但接下来Forest 这里还有配个等离子 飞在阿智的火烤 接着死去 没赞没赞没赞 牌到 Maple小说都是走位 但走不了 这恐怖的火烤 哇 阿智太坏了 在这边打左边 然后拷右边 我觉得右边是有点齐 这一波 其实开战目标就没有那么好 然后其实队友真的能跟着 就这个杰力而已 看起来RAID是想留人 然后把对面控住 然后再蝎子进场 但是看起来 输出都还没到 而且蝎子刚刚的大局 好像是miss掉了 就是他的CC跟伤害是不够的 他看起来是想要拉很多人 但是有点贪心 结果实际没拉到 是拿三个字吗 极了呀 极了呀 打完这波 后续其实就有点难打 因为其实这一场已经算少数 龙拿的比较快的这个场次了 哇 这里是开大 然后没有断到 是 其实如果断到的话 看起来少了这个蓝宝 可能有一点点机会啦 因为这里开的都是前排啦 所以你伤害 呃 艾希这里伤害反而就不高 然后杰力他只有一个陨落 所以你伤害就是完全明 完全明显不足 而且对方又多一个蓝宝 阿智这边 打右边靠左边 真的厉害啊 我全都要啊 左一个右一个 他的画面就是拉下右边 诶 再拉下左边 很不错 那让PSG 这波优势是建立了出来 那经济是瞬间反超 同时还有收下小龙 但是两边都是打团阵 所以其实你领先这一千多块 没有到很多 诶 其实我 呃 应该再过个五六分钟等 酷奇跟 伊德 两个双魔剑叠好 其实那个 我觉得会战的伤害就会差很多了 因为杰力你可能要等到三剑 然后艾希你本身手短的问题在会战本来就有不好发挥 对 杰力也算是手比较短 两边是互换的外塔 然后刚刚艾希也是射了一串在猪女身上 其实伤害算是有的 这样比赛一样是海妖的流派 看一泽什么时候有机会去把自己的魔剑给出出来 现在看起来是差一点钱 差不多了 程数是快要好了 这波SHG想要再发起下一波的团战 好 但一定要想办法开后排啊 他们都 哎呦 直接开 冰河龙老实际一定 再搭配一次金主弹幕 但Forest的第一时间也没有死亡 TP准备下来周围之凯能的TP 反身已电 点到了俊佳 接下来目标还是Betty Betty交出了进化 在整理的飞战来了 这里一个飞带送给的是AV一个痛快 阿芝拿下了人头 这里还可以再拉扯哦 双射手 Apple直接往前飞 两边AD开始拼枪 再闪现过去 这场阿芝特威的战神 拿下了DoubleQ 鼓励也在流了 起三个 这Dansher有机会可以输出吗 Dansher还在拉扯 电掉了阿芝 阿芝拿下全QQ 一折一折有Q Betty中间要被收掉 Betty Betty 一下的团战 哇 后面 最后剩Apple一个人 这射手操作诶 就是一折跟杰力 两边 对 然后打到最后 超级拉扯诶这波 这决赛 有咯 有哦 这波在上半步 真看不出来哪一边会有优势啊 是 因为其实两边都是操作拉满 主要是Vista后面 这个吸三个啦 让杰力终于有一个好的输出空间了 那一开始就是很果断把这个鞋子开到 但是这个冰剑加艾西 其实有留到对面的 断掉对面的输出哦 那凯能其实是想说我开打 只要把抓一只吃御使者就可以 但是后续蓝宝一到了 这个反打就开始了 我觉得凯能DP下来的位置很棒 就是他基本上让对方能够输出的都逼退了 但就是你后面还是挡不住对方的第二波进攻 那后续还是这个 库奇跟艾西的单打 库奇这边一边烧啊 还有阿智啊 在临死之前是烧了一个三连杀下来 但是Dazure也是非常的尽力 对 这里他已经基本上操作跟伤害都拉满了 而且Vista这波瑞尔太关键了 因为如果他这波没有吸到三个人 可能这边PHG会直接收光哦 杰力冲头点到尾 看一下PHG他们休息室哦 哇 两边感觉到这个团队的脱落 现在又打起来了 哇 这把精彩哦 哇 库奇很痛啊 他有终极魔剑啦 库奇一伤害起来 E3可以往前输出 等离子飞弹直接限制对方的一个走位 Mepo在侧面已经先狙击到对方斜顶 Q 伤害再炸 差一个Q 秘书设计差了一点 考验这杯子的准度 这里其实可以重整一波 然后再坐下半步视野 因为是第三条龙了 是 这波就是把兵线推一推 因为其实看起来是可以把三线都推进去 而且这场其实 BSG他们吃龙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对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SHG要接团就会相对困难 因为对方的中极魔剑出来 你可以看到刚刚伤害是差很多的 刚刚可能是想趁 Udi他虚弱美好的时候去开一波吗 只是这个窄口对于蓝宝而言还是太开心了 是 因为前面其实打起来都可以接受 但是后续蝎子的 他队友已经先跑了 一则在刚刚魔剑叠完之后伤害也是拉满 那SHG现在经济来到了三千块左右 下一波的小龙团 凯南的大决应该是不会CD好的 他没有闪现有点难进场 没有闪现通常就不会想要去打这波团了 想要先抓个人 Maple被电了一个电行出来 4加Maple 中极吗 中极 W缓出就是制裁这个飞机 哇 这跟上一把的状况有点像 就是其实队友都已经在分边做事了 但Maple又给到机会了 是 我觉得这非常关键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 现在巴龙跟龙都出了 如果Maple没有出事的话 其实队友是很容易去控这些物件 而且SHG他们很聪明 知道PSG这里会想要控龙 所以就在另外一边尝试去找机会 是有被他们给找到突破口 主要是你又调了一个shutdown 对面现在最缺的就是 可能你杰力的装备要赶快拉起来 老凯能撑到三箭其实也不怕虚弱 那他们的伤害就绝对足够了 而且整把会觉得Maple都打得很好 但是对面的杰力也肥起来了 刚还给他一个很大的shutdown 没错 五一一的杰力对上四一八的固执 这两边的射手 谁能够成为最终的赢家 是 因为刚才提到 PSG是你价四五千 但是你看 该给掉后 就剩你价两千多块 这也是你刚刚讲的嘛 团战阵的魅力 随时任何一分一秒都有机会翻盘的 对 主要两边开团太多了 那其实你边线 不管是边线或打团 你都要很小心 BSG他们是有收下三龙 然后在这河道区 已经发现了俊佳的位置 中路的话对于SHG是不太好战斗 但他们好像想要针对边线看看 哦 马普大绝 又要被抓边了 没闪现 已经找到了 就留阿智变区 应该直接去吃巴龙 吃巴龙 决定开店 阿智 差一点一打一打二 阿智开秀了 哇 这边拖的时间够久 巴龙应该掉了 非常关键 蓝宝还能再操作 还能再起舞 拉扯 拉扯 还有护盾 这把智爷登场了 对哦 已经把巴龙给收掉了 好 这样就赚了 这样就赚了 哇 最后是耗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 阿智拖了超多时间 还有再考吗 阿智这一波被抓 反而是我抓到人了 他抓到三个绕单的 这波是很关键 PSG巴龙收下 而且下半部的交换并没有亏着 主要是阿智他 因为他刚刚那时间还没有闪 他很果断地知道 他如果真的是一直跑的话 跑不掉 他跑不掉 必死 他干脆直接转头打 但SFG这边是有点低估他的伤害 是 那我觉得PSG另外四个也判断得非常好 反正阿智我们是救不了了 那我们一定要去开巴龙 哇 他一个人 就一个人打了接近五千的输出 一打三 非常恐怖 这一打三还赚了一条巴龙 接下来的小龙大概在三分钟左右 但这个巴龙看一下PSG他们能够拿到多少优势 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线都带进去 因为他们现在有双TP啦 那SHG他只能抱在一起打的情况下 一定会有破绽出来让PSG的兵线进去 是 那PSG其实也不太可能去推三条线啦 通常就是推到一条线进去 那你就是focus两条线 因为毕竟对面太多开团 然后就把野趋势也做好了 因为最怕的就是被瑞尔跟这个蝎子从侧边切进来而已 这个窄口两边的野斧 现在对于PSG而言是横行无阻 而且PSG要一直跟队友提醒一下 这凯能是有机会绕后TP的 团战还没有一定赢 诶 顶 顶出去把他顶了个空 这里再抓俊佳 现在掉到半血左右 而且还扛到塔的伤害 后面万箭齐发 SHG再吸 吸住了Maple 另外一边下了一个等一只飞弹 但一直是收到凯能了 而且接下来Dansher他也被留住 身上被套了一个虚弱 还有这边艾希没闪 阿滋要来夹人 暈倒了两个 直接一三次 Marble存活不了 无敌跟阿滋都一直站起来 其实这波玩法跟前两把很像 就是一样去加占 对 我就在你前面你要不要打我 你一定只能开我 那后续我的输出 那关键是Maple这波他有闪现 所以他能够拉开第一波对方的进攻 诶 用什么了 蛤 这里有马 有一只马 他怎么落单啦 他是想要用自己的生命 把这个兵线给拉走 不让对面去推 而且其实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对面会把中下塔都推掉 这波的拉扯变成是Vista 算是有争取到蛮多的时间 而且还有TP 看一下凯能 凯能他直接TP了 但人跑光了 想要TP过来 去抓一下该推下路的Betty 但是Betty跑得很快 Betty这波应该是收得掉凯能了 他收得掉了 抓到他了 哇 哇 哇 穿BQ啊 穿BQ欸 穿BQ 好准哦 那在凯能没有到场的情况下 而且可以 我觉得这里要回到Ban Peak 为什么蓝宝他的价值这么高 因为他就是一个大 你就算有爱惜 你没有位移 你没有闪 你就是没得操作 你这波团赛就是零输出 对 你就是零输出 他刚刚就是交完闪现之后 就一直在跑 经济继续的扩大 而且阿智打团他都会 我打一边再少另外一边 那你其实两边都不能挡 他等一下还有惊人可以去争取时间 连死帽都快要出来了 这波来到8000块的领先 其实短短的两三分钟 而且要来迎向自己的地龙魂 现在都没有外二塔了 那看起来就是想要等这条龙 然后结束游戏 这个龙可能SHG 应该也是直接给了 就是没办法打 对没办法打 装备差太多 杰力的发育是也还是不错 目前是三剑装的状态 而且是有补出多米尼克的 这样子打猪女 还有打雷奥娜应该算是有伤害 这边很多ping哦 这边应该都是ping 我们后续的TPM 但刚刚AV交到这个TPM了 所以等下条巴龙应该还不会转 是 那他们就只能打 正面的话其实就 其实这个团战对SHG来说就很难了 而且这里Maple最稳 他还把那个水银先给出了出来 这样子等一下在对抗蝎子就有不错的作战能力 因为他也知道其实对面的控场太多了 如果团战一不小心被瑞儿或者艾希给开到的话 其实他可能就像前一波一样 就突然倒下结束断掉 两边中路其实都是 都是以比较偏保险为主 现在PSG要开始带上漫步 凯能刚刚是想要去寻求一个蹲点的位置 只是在做视野的过程当中 他只能遇到对方的前排 如果阿智下一波打这个巴龙有死帽 我觉得他们巴龙出可以直接开 因为你竹女大绝甩到 那个大绝撒下去可能连蝎子都不一定扛得住 是 而且他们应该会知道对面其实都没闪现 那没闪现的时候蓝宝就最可怕的 而且他们只要确保后面 他们这个烙背眼位有少干净的话 就是完全打正面就可以 巴龙还有一分钟 以PSG他们吃的速度是快的 非常快 他们现在在把对面的眼给拆掉 确保对面没有绕后TP眼 还是得小心一点 Boris这波是有闪现 如果说对方贸然开巴龙的话 还是有一些可以去抢的空间 只是中路目前的话是并不站在他们这里 有帽子戴起来了 那这边就是视野也坐进去了 就是看要不要直接动这个巴龙 俊佳开始皮 又是一样的招数喔 对而且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是觉得他不会倒下 但是对面知道我落后这么多 那你Maple还在街上路的时候 我可能就硬开了 一波多达少 感觉SGG他们要避免再窄口开团 蓝宝他的发挥目前有点太恐怖了 好 巴龙已出 中线推完 直接转 还是再蹲一下呢 先把视野给清干净 看到了Vista想要先留瑞儿 瑞儿被逼出一个大绝 鱼叉再吸 伤害很高 冰河龙老直接定 一等离子飞弹都烧了出来 但Vista并没有死亡 刮着伤害打下去 直接打到 Maple完成远方 狙击 直接去掉了AV AV AV死去 阿兹还有金人可以再拖时间 Dashler交出了电池炮 Dashler还在尽力 但是他没有办法操作 对面的双吸还在 可以吃巴龙 实际上也有限 刚刚如果他们第一时间 往上转也可以拿兵营 如果刚刚是有把Dashler 给收掉的话 应该就可以结束游戏 但是Dashler操作打得好 所以导致到对面的PSG 只能先收这条巴龙 PSG在29分钟 这里准备是要把最大的物件 给收了下来 而且刚刚的野区遭遇战 虽然说是把全招都all in在了辅助的身上 但最后的效果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是 我觉得俊佳就是很果断 知道瑞儿应该是落单的 那我就直接开他就好 导致到瑞儿其实大爵是直接被逼掉了 有一部分是我觉得阿兹太匪了啦 他甚至不需要交大招 就可以把这个瑞儿打残 甚至圈堆掉 那大爵再丢另外一边就好了 刚刚趁了一些时间 也有推掉了上半部的高地塔 现在对于PSG 距离那一座梦寐以求的奖杯 就差最后的这个主宝了 那带变现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对面一定会找机会 不会让你这么容易 就拿到这个奖杯 现在这个下三角草就有一根眼 这个就是可能AV他可以利用 SHG必须得要去找绕背的位置 PSG会给这个机会吗 要先把后方的视野都给排干净 有 这里其实有拼灯 这也是纪律性必须要做好的 是 每个草丛都要check一下 30分钟 这场20对11的人头优势 下半部想要直接压 中下的兵线同时进 而且Betty现在Poke的威胁是非常痛 对 你同时进的时候 对面就比较难找机会 硬顶Forester把Zuga夹了进来 想要杀俊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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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出最高的輸出 剩下Dashel Dashel有沒有辦法 這張牌差太多了 Dashel努力在守 但是有Maple 我一個人在限制他 兩種的Maple都要炸裂了 不敗的神話還在繼續 沒有人能夠撼動 PCS的最強王者 騙局 Dashel冠軍